现在是早上的五点半 能不能看得见 我们要起来移车 外面天哪,风太大了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在海边 给大家看一下,太吓人了 那个车一直吹得晃来晃去 干嘛? 嗯? 沈阳在收东西 我收好了 你看,看不到外面的风 你看不到 风很大的 那移车,对吧 把窗户打开看一下 窗户打开看一下 窗户太大了 出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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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八夜的移车也真的是 太有才了 我穿的是你的衣服吧 我就以为 不穿 我知道你随便捞了衣服 因为太冷了 这话能狠 而且我们在风口上 对 本来想看着海景的早上起来 谁知道风这么大 所以也是要找野地的船 还是小心点 对 对 对 这里面有个停车厂 在山中间 靠山应该没事 对 这里面很安全多了 这边的好点 找到地方停起来 按 安定多了 远离树 万一那个 风吹到了 现在我们把车移到里面来就好多了 没那么大 类似于避风杆一样的东西 在里面 刚才那个地方是在风口上面 在沙滩旁边 风口上面很晃 对 刚好在风口上 睡得好多了 睡觉吧 睡觉 挪个位置 接着睡 把门关起来 参锁起来 好 昨晚我们把车移进来了 应该这个地方去 这里面就小一点 但是风还是很大 然后周边就我们一辆车 像这样的效果 风吹了一个晚上 昨晚都没睡好 特别难受 起来了吗 外面冷不冷啊 冷不冷 风是有点大 一晚上都没睡好床摇了一晚上 我时刻都担心 把车给吹跑了怎么办 不 车是吹不跑 昨晚那个 一直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啊 它就类似你们的地震的感觉一样的 整个船在整个车在晃 晃晃晃晃晃 一正不 对啊就是内心局度缺乏安全感 因为我们在上面睡啊 在下面睡就没有感觉啦 好了我要开始煮早饭了 好饿 好你煮早饭吧